呃 大家好 今天来介绍几款阿某易修那个笔记本cpu直锡的直锡台 呃 这个是使用膝膏的方法的 不是放锡足的哈 那么看一下这个锡直锡台有哪些东西组成 那我猜一看有一个底座 石铁底座 呃 有个定位板还有个钢网 定位板就是这个样的 呃 我们如果使用的时候就是先把芯片放入 再把钢网放入 然后再放到直锡台 对一下位 这是真的 然后就可以直接在 直接在上面花锡膏 然后直接加热 就可以了 呃 现在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 定位板 定位板有几种 因为我们做了几款 呃 先说一下这一款 这一款是这样的 这一款cpu定位板 呃 有一种cpu是这样 就是这个是同一个钢网 这两个芯片 这两个定位板 呃 是用了同一个钢网 然后 为什么分两个呢 因为这个是有带铁片呢 呃 有带铁片的情况下 这里就要比较深 它芯片才不会拖出来 所以就是有一款深了 就是放带铁片了 呃 代表型号就是有这个 还有就是这一款就是薄了 薄了这个 这个就是比较浅这个挖槽 嗯 呃 代表型号有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植锡 这个 这个地方要平 要平 因为刮膝膏才不会 呃 有多疑的膝膝 直出来才可以 所以一定要平 所以这这款就是有两种 像这种这种就是铁片 如果撕掉了 就是用薄了 有带铁片就是用厚的 还有这个本身没有铁片的 就是用薄了 这是一款 这款就是有两种定位板 还有这一款 这一款SR170 这个是 是有一款 这这型号只是代表其中的一个型号 很多型号它都是通用的 这个也是同样道理的 但是这个我目前发现只有一种POL度 所以我就只做了一种 也是同样道理的 就是这样用 底座也是通用之前的一个 嗯 这是第二款 嗯 这里还有第三款 第三款就是这个 SR071 也是一个代表型号 有很多型号其实都是一样的 只要看到它按盘 是一样 基本上都不是可以的 也是同样 还有 一款这个 也是一样道理 还有一款这个 也是跟第一款介绍的是一样 也是有厚度不一样的两种 你看这种芯片 它就是有两种厚度 所以我们就有两个电位板 薄的 就这一款 厚的就这一款 那个钢网 钢网 钢网是一样用的 然后我们这钢网这里是半客的 所以这里 这里可以 挡住吸 可以往里面 好 那现在我就 就暂时 只有这么多款 现在我就给大家 试一下 直吸高 刮吸高 直吸的方法 首先把把这个芯片这个焊盘处理干净洗干净 放入地位板 放入钢网 然后放入地位板 对一下这个位置 这个一般我们是准的 因为稍微有不准 就自己手动这样 推动一下 我们这个是会有一点点动 就可以调整好了 这个是对的 那我们用挖吸高 有很多你们维修的可能会用吸珠 有个人他会觉得吸珠可能跟 吸高有不同 但是我觉得 吸高跟这个吸珠 都是一样的东西 只过是吸珠就是 你的成品了 你的吸高是需要自己去加入 像这个6337 这个6337就是有限的 中温的吸高 这是中温的 它这里打的是五线 其实它这个不对 这个就是 就是 SN SN 96.5 这个就是 是高温的 这个就是五线的 这个 就如同我们的吸高一样 看一下 我们的吸高 比如我们的吸高 也有 比如说这个就是我们的高温 韩银的高温 这个就是我们韩银的中温有限了 190度 刚才那个高温的是217度 啊 我认为 这两种值都可以 呃 如果是用高温值 可能就是维修难度会增加 呃 用中温值可能维修 呃 可能就会好 好一点 就是难度没那么高 我试一下 现在我试一下这个中文 我试一下这个中文 这是我个人感觉 啊 我们自己修手机的 就一般都是用中文的 但是修笔基本呢 就可能要根据你们 你们的维修要求 我们现在就试一个长方形了 这个长方形呢 就是最难折呢 所以我们就试一下这个长方形了 哦 呃 刚才刚才我们的细膏 如果拿出来比较湿的情况下 就是用纸巾 把它吸干一点焊油 水分之类的 就刮锡的时候 就容易刮了比较均匀 然后吹的时候 它才不容易冒泡 然后这个刮锡的刀片 要用 无时性的那种刮锡刀片 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刮锡刀片 有的是铁的它会吸住 就不好刮 然后也不好用 我们这个刮锡刀片 就是有点软 然后无时性 它下面这个就不会吸住很 很难刮的感觉 这个刮锡一定把所有都填满 填充实 然后就把它移到长掉 呃我们这个刮锡刀很平 所以 就长得很干净了 有些人可能习惯用 搞完之后用无成副擦一遍 但是我们这个刮锡刀擦完之后 就很干净了 不用 就不用细擦它了 这个风箱的温度 多少 有些是看个人习惯的 然后我这个是中文 我现在是放300度 300度 然后风不需要太大 然后这个 这个是风箱有点切的 所以 有点斜着往 左往右 斜着 然后吹的时候 这里 是刚往四边都会弹起来 看到没有 呃只有刚往四边弹起来 它中间才不容易裹起来 因为我们中间有那个 石铁锡柱 所以它中间就不容易裹起来 这个直锡的位置比较长 所以我们 需要用镊子 按一下调整一下 怕它 怕它弹起来 就是这个靠这个锡柱这个地方 你如果是面积比较小的 就不需要这样 其实就很简单 你直接就吹一点 然后我们先吹这边 把它融化掉 好 这边可以了 这个就轻轻的按住这边 无一样的弹上来 就是靠这边的不要弹 靠 靠 靠我那个边上的它是会弹起来的 好 差不多我们第二个方向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就是小一点的芯片 我们不需要这些 然后这边也是斜的 斜的吹 斜的吹 等于说 它这边 所以融化了 那边也受到热气 很容易也就 这样慢慢吹个气 就全部融化掉 好 好 这样可以 我们就吹在中间 这样我们就 可以了 我们警察一下 应该都沾上了 那个冷却 呃 不需要太冷 太冷的时候 它容易 容易粘的太硬 拿不出来 所以等到它 呃 气膏 固化了 然后 刚往 还没有完全 没有完全冷却的时候 直接拿 因为完全冷却了之后 那个 那个气膏 就粘住那个芯片了 就容易 拿不下来 你看这个 我看一下哈 嗯 没有 没有东西 留在那里 没有 气球 留在那里 看一下 这个 这几 这样可以了 嗯 把这个 磁点 比重麻烦 我们 给它 加热 复卫一下 就是 意思就是说 把它焊牢固一点 好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 我感觉 一个是个人维修 不是 批量那种 我觉得 这个瓜西膏的方法 会比放那个吸球的方法要简单 还要要快 你知道我们这个直出来也是很均匀的 这个就很干净了 啊 很均匀了 嗯 我们等下楼 冷却 然后给它洗一下 洗干净之后 就可以 放起来用 如果你要直接装 洗都不用洗了 直接可以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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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经营 你知道那点了大箱 嗯 完全是足够了 这可以了 嗯 这需 就是这样 嗯 嗯 好像你们这个 这种 这种 这种CPU很多 很多是弯的 就是很多 有点弯的 就是这个直锡 可能 就要调整一下 嗯 这个方法就是 比如说这样 把那焊盘焊干净 然后 把这里 把芯片放这里 用风箱加热一下 把它按住 就是反正你 随便找过什么东西 把它按住 加入之后 把它 想办法找过东西 两头版 我这里没有其他东西 搞个孽子 然后加入之后 把它 把它定位 定住按下去 把它 调整 变质 要不然 直上西斗 装上 装上主板 也容易装不好 但是调的时候 要好小心 这个 玻璃晶片 很容易脆 所以这个 你们 自己 根据的习惯 和经验 去处理一下 我感觉 可以这样调直一点 然后装上主板 就比较好装 不容易吸汗 好了 今天 就介绍到这里吧